欢迎大家再次收看 绿色创富这个环保节目 由世界绿色组织主办 多谢豪天金融的慷慨赞助 这一集又有新话题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蔡思生 TY 你好 你好 卢博士 蔡思生是什么呢 原来他是注册的树藝师 树木的树 而且还是树木风险的评估师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职业 我们现在经常请朋友的职业很特别 什么来的呢 树藝师和树 你有什么可以做 这个树藝师其实是树木医生 对树木诊诊诊 他对树木有没有风险 他作出一个评估 还有教人如何适当种植树木 去查树木有没有病 有没有真菌 需不需要转树 是否会帮他剪树 我们就知道的方法 转树就不是我们转 基本上若是树大 需要一些所谓的树木 上去高空工作 下一次我又可以访问树木 好 其实这个行业 多不多人在这儿从事 其实也有很多 香港应该现在起码有几百个树藝师 刚才你也说要注册 是否有试考 要的 现在香港最普通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考美国 这个国际树木学会 那个所谓试藝师的资格 是的 那个试藝师的资格 那都是要考试的那些 是 没错 需不需要实地做一些考试 它分两种 如果你是正义 纯粹试藝师 就是不需要怎样做实地 另外如果你需要进一步 考树木风险评估 他很可能就需要去 现场去视察树木 即场现场去考 是否有的 然后另外还有不是 是吗 现在你走过一条街 看到那棵树 你能不能说出那棵树 是哪个门 木 熟 哪个缸 很多这些名字 你能不能说出名字 基本上在城市里面的树木 大部分我们都是认识的 可以随时说出名字 是的 如果找你介绍 去哪里 交野大自然 香港交野公园 当然很开心 又有海洋公园 又有很多所谓有特殊科学价值的地方 有什么好介绍 我平时很喜欢跟中意植物的朋友 和一班中医师 去行山看树木 看中草药植物 看中草药植物 是的 最近香港人很注重身体 健康 很多人都喜欢去行山 看这些 以前只看植物 不止是中草药 现在我们主力希望将中草药 给大家认识更多 就知我们去的地方有很多 可以说香港岛 新界 九龙 甚至尼岛都有去的 最近我想给大家介绍 有一个地方叫荔枝窩 很热门 我之前有请过嘉宾来说 是的 我好像也听过 为什么要介绍荔枝窩 因为荔枝窩在香港的东北部 可以看看照片 挺漂亮的 这个是入口 他其实在沙头角其中一个原居民居住的串落 他在地理环境接近船湾交野公园 印周堂的海岸公园 又是交野公园 又是海岸公园 还是吉澳的中国香港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 这个地方真的很具有生态的价值 也是一个比较生态敏感的地方 没错 除了漂亮之外 那里还有很丰富的树木植物 以及中草药的资源 都很值得介绍 还有什么题 客人都要进去 那边在村落的风水林 有几棵古树 超过一百岁 即是超过一百年历史 超过一百年 香港的古树名牧 那本书在名册里面 是榜上有名的 那里值得介绍 比如在祠堂出并的空地 有两棵很大的荣树 它的直径已经超过两米 很厉害的 所谓的树形 即是盆根错落 那棵榕树 没错 它的树形很漂亮 树冠很漂亮 很繁盛 可以看一下照片 是的 当地人就叫它做百公树 或者是海源树 在这方面走入一点 我们看到两棵树是世界知名 世界级的 是大几棵的秋风树 这两棵其中一棵是空心树 大名鼎鼎的空心树 有什么特别呢 这棵空心树 它其实整个树干 植干 里面已经炙烂了 真是以名其名 真是空心 是的 整个空心 在树脚下面有个大洞 扶植了个大洞 夸张一点来说 可以两三个人都可以进去 真是要看一看 这个很奇特的树木树 他很期待这个就是秋风的独特的生长 因为一棵树木没有了心材 它很难去支撑 很容易倒塌 但是这个秋风这个树种 它就会那个树皮的部分 就会不断增厚 增厚 它现在增厚到可以 即是外围就增厚 是 里面就增厚 没有 所以它靠这些树皮 是很厚的树皮 支撑着增多树 很健康 很牢固的成长 挺好的 它这棵树大约100米左右 有另外一棵树枫树 这个树枫树 如果你是远看 以为是茸树 以为是细叶茸 为什么呢 整个树干 都是被那些树根 好像网状搅杂 搅杂形的包住树干 通常这些人都以为是茸树 原来你走近一点看 里面的主人才是那棵抽枫树 那个树干是抽枫树 树干里面也是弗烂了 这样就有一个很奇特 这两棵树可以并存 两棵都生长得很健康 很牢固在那里 这也是很奇特的树木生态 那也很难得 有这么特别的树可以去欣赏 这些真的要自己亲自去看才知道 说得很难去形容 明白 除了这些古老的树木之外 还有在泥芝窝海边 有些泥滩有一大片的红树林 哇 正啊 有很多红树林 有很多生态价值 这个红树林在高潮位 就有些叫做银叶树的树林 哇 常禄桥木 这个是不同科的 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遮打花圆也有一些 其实香港来说 最大这个银叶树群 其实在两个地方 其中一个就在米布图园保护区 这个另外最大的银叶树群的地方 就是在泥芝窝 哇 这一种树又很特别的 它的底部有些银白色 没错 因为这个树的特征 大家顾名思义 它就叫做银叶树 所以它的枝叶 枝叶底部有些银色鳞状的粉状 其实有反光作用 又可以保持到水分 没错 这个银叶树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根部 根部形成板块的根部 每一个板块的根部有些去到几尺那麽高 甚至比人高也有 就是很壮观 整棵树可能都可以高成20米 是的 它本身那棵树就有20米高 在这个银叶树那里 我们又会另外一种叫做白花鱼藤 白花鱼藤粗成一尺多 它就在雪林上 好像一条龙那样飞舞 真的很吸引 你说起这件事 我想起近期前排 看报纸都是说 有一个行人道 就是给行山人士一个步行道 要起 但是又可能破坏了一些树根 在起这条路的时候 又说最好不要用石屎 学外国用木 其实你有没有看到这些情况 其实有的 我最近也去过 我觉得这件事 大家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去分析 因为其实大家最重要的要明白 原本那个所谓木板桥的步道 它本身都有个地基 它有个地基做了 就是之前起了的了 是的 起了的了 现在这个水泥地 都是在原本的地基那里起的 所以对那个树木的根部 没有严重的伤害 最多在工程的时候 可能一部分那些 酥根 那些absorbing roots 就有少少的损害 但是对那棵树是没有影响 整体健康没有影响 所以这里 除了这里这么好的生态 如果它 当它整好了这个工程之后 我们的市民就可以 能够更安全更舒适的 一家大小可以进去观赏 是 刚才有很多很特别的树 不过可能施工那里 也要谨慎一点 因为始终一个 所谓特别树科学价值的地方 又是海岸公园 又是郊野公园 是的 是的 不过可能在工程上 我们要小心 希望大家可以欣赏到 更美丽的大自然 好 今天多谢 好 多谢余博士 多谢多谢 谢谢